我是杨幂 我是杨幂 与杨幂早期的造型神似 接着这张截图就被传开了 有点像杨幂 谢谢 三梦奇缘还利用AI换脸 将自己的脸换到杨幂出演的电视剧片段中 这个学历不高的农村妇女 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杨幂 她更称粉丝为分明 她还自称自己为国际巨星 拍写了写真封面 做成杂志签名 短视频就如快餐一样 短短的几秒钟就能娱乐人们 短视频各式各样 除了那些漂亮帅气的小姐姐小哥哥 其中低俗搞笑的内容就深受大众喜爱 而短视频风向也变得越来越恶趣味 越是半丑的视频 观众们越爱看 你敢相信眼前这名女子是一个大网红吗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名叫三梦奇缘的抖音网红 她仅凭这一句有点像杨幂 让这个农家妇女此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开挂走上逆袭之路 成为网红 此后三梦奇缘在网红的道路上越走越偏 甚至一度真的认为自己成为了第二个杨幂 体验到流量所带来的利益后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更靠着冒充杨幂 无下限蹭流量 赚得盆满钵满 视频中长成一张棱角分明脸蛋的女子 名叫三梦奇缘 她原本只是个卖包子的农村妇女 已婚有三个孩子 老公是修空调的 而她每天到家楼下卖包子帮补家用 一天只赚70块人民币 平时她喜欢拍视频 将自己的热常生活发布到平台上 然而在2021年6月 她其中一条视频底下的一则留言 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有点像杨幂 谢谢 画面中三梦奇缘一头中长发 搭配上其刘海 与杨幂早期的造型神似 接着 这张截图就被传开了 她那坦然接受的自信态度 瞬间就让网友们提起兴趣 纷纷到视频底下留言起哄 最开始 有人调侃称她为蜜姐 她也只是谦虚回复道 叫我三梦 一开始 也只是少数网友教她秘解 但后来 叫的人越来越多 三梦奇缘 也逐渐默认了这一称呼 翻看三梦奇缘的作品 看着属实有点辣眼睛 后来 越来越多的网友跟着齐哄 甚至 叫她开直播唱爱的供养 没想到 三梦奇缘金口一开 声线也有点像杨幂 我用第一首遗事来将你供养 于是 三梦前便开始了她的直播之路 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她的代表作 一天要唱数字给粉丝听 我用第一首遗事来将你供养 她一开始也是很谦虚的态度 会一一将每个打赏她的粉丝名字念出来 后来 她的粉丝迅速飙涨 一下就涨到了二十万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逆袭成为网红 之后 三梦奇缘就开始飘了 几乎每条视频点赞率都过万 一句句的密解 让三梦奇缘彻底入戏 这个学历不高的农村妇女 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杨幂 三梦奇缘还利用AI换脸 将自己的脸换到杨幂出演的电视剧片段中 她更称粉丝为分秘物 自己的老公为凯威 甚至还为自己的女儿开了个账号 命名为小糙米 有了网友们的吹捧 再加上每天暴增的粉丝量 三梦奇缘一天比一天膨胀 她甚至将爱的供养 占为己有 成为自己的专属歌曲 不让其他主播唱 对于一些不明就里的网友的疑问 像目前邓直言 因为长得像 网友们笑话她什么 她就越做什么 后来她开始Cost各种角色 模仿杨幂拍过的广告 电视剧等等 她还自称自己为国际巨星 拍戏了写真封面 做成杂志签名和各种周边产品 虽然那些所谓的粉丝 大多都是来笑话她的 但三梦奇缘似乎也明白 这些网友笑得越大声 自己就越能火 在这种古怪风气的影响下 她逐渐迷失自我 那些只有一两千粉丝的小网红 她更是瞧不起 变得越来越嚣张跋扈 你看你 你看你 你长那个样 你看你 你长得好啊 是呀 我比你长得好 我比你长得漂亮 我比你长得好 我比你长得漂亮 她那自恋 又认不清自己这面貌的形象 让不少网友都来看她笑话 三蒙奇缘给我道歉 黑红也是红 她在直播间粗俗的言行举止 吸引了不少黑粉 也算彻底掌握了流量密码 你妈才去世 我就问 我就 我现在 我就问我 我就问我 现在 我怎么做 你们才能放过我 我现在就问 我现在就问你们两个 我怎么做 你们才能放过我 你到底怎么做 你们才能放过我 我现在就问你们 我到底怎么做 你们才能放过我 你是男的吗 我是你爸 不是 神经病吗你 你是女的吗 我是你妈 知道不知道 在我问这句话 你试试 你问你 她这张棱角分明的脸蛋 让不少人 难以辨别 她的真实性别 对于这些质疑声 像孟起雲很是愤怒 请问对面是 小姐姐还是小哥哥 你说呢 你不认识男女啊 我问你啊 神经病 你是男是女啊 你是男是女啊 你看不见男女啊 我是 神经病 大伙大姐 你这啥情况啊 有谁就来个讨识 有谁就来个气球 啊 你干啥呢 你又直接把他干烦起来 你是女的很男 男的 两千多个粉丝 在两个人什么人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的 你看我长得像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像像个姐姐 那我本身都是个女的 我能变成男的吗 我刚才叫你小哥哥吗 我是白女的 叫我小哥哥干啥呀 你是个女人 还是个男的老师说 哈喽 哈喽 你好 啊 好你是妹子啊 我是妹子啊 你那啥是妹子 你是那个 他搬那个 是那个东西 二十元 你好奶奶 甚至 他还被网友调侃到 他长得神似楼兰甘丝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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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梦其人的直播间 与短视频内容 都是各种恶搞 低俗 对他这种不良风气的内容 随之而来的是 大量网民的举报 他的账号 也遭到了平台永久封禁 诶 被拉开了吧 但他在被封禁不久后 还是以信号重新回归了 现在 他仍在网络上 努力着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拍着直播 其实 像梦其人本人并不优秀 无论是家庭背景 权利 还是外貌来说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走上了逆袭之路 尝到了流量的甜头后 就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作为一个丑角来娱乐大众 赚取打赏 不过 这也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对于一个 每天要凌晨两点钟 起床争包子 一天只卖出 七十块的农村妇女来说 现在只要在镜头前 扮演着小丑 就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而三梦其人 也相当勤劳 才为了直播事业 没有再卖包子了 全心全意 去经营自己的直播 与粉丝互动 一天下来 长时间对着手机 开始直播 Costco总造型来娱乐大家 大王 我美吗